各位夜来乡亲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些过语新闻 先一开始来看到县府的消息 为了二时赌博歪风 县阳林聪贤今天在县务会议当中 指示警察局跟公旅处等单位 从县案开始如果查获赌博性电玩 一律是处勒令停业 而且不准业者巧利名目重新登记 县内目前合法的电子游戏场总共有85家 从民国99年到今年的7月 总共查获了54件违规 其中赌博就占了40件比例相当高 而业者为了规避停业处分 都会以更换负责人的方式重新登记继续营业 而为了遏止这股歪风 县长林聪贤今天在县务会议当中 指示相关单位从现在开始 如果查获赌博性电玩 一律勒令停业 而且不准业者巧利名目重新登记 那这些电子游戏场 这几年来我们机查的这个件数 赌博案件比例非常的高 将近40件 那40件里面 我们这个了解到这些业者 规避这个停业 然后申请再登记 我们就从今天要把这个巧门关起来 因为赌博的风气 或者影响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 一向是我们宜蘭县对于儿童福利或者青少年 照顾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凡是从现在开始 有任何一件因为赌博被取缔 我们就热令停业 而且不准在有新色的登记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对于这个这些有赌博行为的电子游戏场 我们特别请公理处再重新针对法律面去研议 如果已经达到这个相关我们财处的规定 不止热令停业 我们还要断水断电 此外为了有效管理电子游戏场 县长林聪贤也要求工商旅游处 要重新拟定宜蘭县电子游戏场设置管理自治条例草案 并也尽速送县务会议以及县议会来审议 宜蘭新闻记者Live复兴采访报导